風暴凌亂 上半身打赤膊 日本戲劇天王 木村拓哉 兩手並用 握住大女兒新美的小手 跟著音樂動弄對方 笑得超開懷 木村十三號歡慶 四十九歲 不只讓粉絲難得看見偶像流露出父愛的一面 一家四口的童框照也首度曝光 木村拓哉 搂著愛女 包括木村光希 木村新美 還有老婆宮藤靜香都入境 兩個女兒不約而同曬出 慶生的舊照 長女新美以我的最好朋友 陳胡爸爸 光希則寫下 爸爸生日快樂 我很愛你 還有木村俏皮捏著正在看電視的新美 逗趣照夜被公開 以及妹妹光希玩遊戲輸了 被罰親爸爸的臉頰 私下生活都看得出 婦女情深不在話下 至於木村本人則在IG上傳一張 過去登台表演的照片 說今天又變老了 抱歉久等 謝謝有很多的留言祝福 老婆宮藤靜香則一如往常低調 剖出滿天心的照片 寫下祝福十一月壽星生日快樂 希望她們被閃亮的笑容 及滿滿的愛包圍 儘管並未提及木村的名字 不過粉絲也獻上祝福 其實木村對兩個女兒一直保護有加 直到她們結許出道後 過去的家庭生活照才陸續解禁 讓粉絲能夠一窺男神 不同螢幕的模樣 TVBS 新聞 華盛頓 紅天台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 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